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跟進一下俄烏戰爭的事宜 因為今次即是講本地新聞 以及英國的新聞都比較多 少講了俄烏戰爭的事情 俄烏戰爭的事情其實有一些新的發展 首先是說美國那邊是想用俄羅斯的資產 因為美國其實凍結了一批俄羅斯的資產 想用那些俄羅斯的錢轉給烏克蘭 讓他做打仗的資金去打回俄羅斯 大哥 給你是俄羅斯 你生氣嗎 生氣嗎 生氣吧 那俄羅斯怎樣呢 俄羅斯就說他回應西方的 不同威脅 他就要在烏克蘭周圍那裏 玩核彈 玩核武 這件事其實沒有的 你對於美國來說沒有甚麼所謂 你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也沒有問題 但是你對於烏克蘭來說 你那裏還怎樣生存呢 你烏克蘭出口的東西 還會有人買嗎 這件事其實真的可以玩死烏克蘭 是長期地玩死烏克蘭 到底這兩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美國在日前 他們一個接受德國訪問的時候 他們提議 他們自己提議 說要動用 凍結了俄羅斯的家產 去輔助這個基庫 耶倫就說 那怎樣輔助他呢 或者用不用呢 出於烏克蘭要不要 烏克蘭需不需要 烏克蘭需要就去 美國的財政部部長耶倫 他就說 美國現在在提議 真的凍結了俄羅斯家產 這件事就說 他重新聲明一次 不是出於美國選舉年 不是美國選舉才這樣做 剛好美國選舉而已 不關美國選舉的事 為什麼以前不用呢 因為以前烏克蘭未真正需要 現在剛好選舉年 不過又不關選舉事 不是選舉才這樣做 現在烏克蘭需要 那就打算這樣 這件事 是由美國的路透社報道的 就說耶倫在接受德國訪問的時候 他就向德國記者表示 他就提議了給拜登 不如這樣 不如這樣 就用俄斯的錢 現在美國都沒什麼銀用 不如就用俄斯的錢 就給基庫 好嗎 他就說 不是基於即將展開的總統選舉 不關事 不關事的 不是因為美國要大選才做些新聞出來 這些不是選舉武器來的 這些不關拉票事的 不關事的 是因為烏克蘭的需求真的非常龐大 就是他們沒什麼銀用 美國沒什麼銀用 而他們 烏克蘭不斷地去叫你科水 就想這些事情出來 他說 重要的是 要表明他們有辦法向烏克蘭提供大量的額外援助 包括 用凍結俄羅斯的家產 這些做援助 OK 他補充就說 G7的領導人 七國禁聯集團領導人 希望在6月13日至6月15日在意大利開會的時候 批准一項正在制定的計劃 什麼計劃呢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OK 他說 並不是要敲定美國細節 但若然可以在政治層面上 某種方案達成一致 對政治層面來說 就很好了 那是什麼提議呢 不知道 不過 美國現在的建議是怎樣用美國 凍結俄羅斯的家產呢 他的建議就是 利用俄羅斯大約 2,800億美元被凍結的資金 還有 他未來這一筆資金的 叫做未來的收入 來支持針對於烏克蘭的50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 喊錢喊錢喊錢 那美國無法付錢 那怎樣呢 用俄羅斯的家產的錢 就扔到烏克蘭那裏 等俄羅斯自己打回俄羅斯 用俄羅斯的錢打俄羅斯 OK 那 那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普京的了 有什麼受到衝擊 受到刺激的時候 那普京可能會 借他 借得更厲害 是不是 那 阿耶倫也說 美國就不會要求七國禁聯的集團 其他國家 仿效美國對中國實施的新關稅 但是他說希望其他國家 就能夠和中國 就叫做 有些叫做 交流 這樣 他都說了 鑑於很多國家都同樣擔憂 就作為一個整體 就和中國 就是 叫做 進行溝通會更加有力的 就是整個G7溝通會好些 這樣 但是有沒有想過 我們中國 有沒有興趣和他們G7打交道呢 有另一回事 你們G7某些國家 如果是有誠意的 我們當然是願意和他們打交道 但是如果一會兒整個G7是做威脅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和他們打交道呢 是吧 所以 這些就不要說了 打不打交道的東西 是吧 那 美國用俄斯的家產 去給烏克蘭 那烏克蘭那邊 他收不收好呢 那 俄羅斯那邊有什麼回應呢 是吧 其實俄羅斯的國防部 是有回應的 他說 因為要回應西方的威脅 西方有什麼威脅呢 就是說 永遠支持烏克蘭 又說要幫烏克蘭幫到他打贏為止 又說現在要凍結俄羅斯的家產 跟著就是凍結了的家產 又給烏克蘭去打回俄羅斯 這樣的事情 有很多這些威脅 所以 俄羅斯那邊就宣佈了 要在烏克蘭的周圍 玩核彈 要做一個核武的演習 那 你現在只是想玩死他 你真的想玩死這個烏克蘭者 說真的 俄羅斯的國防部突然之間 在日前宣佈 將會在烏克蘭附近 舉行 戰術性的 核武演習 為何要做這個演習 他有說 他說 這個核武演習 就是因為 要回應西方的威脅 當然 西方經常威脅俄羅斯 那 為何無情情 你又要 搞這樣的核武演習 還以為是核武演習 為何無情情要做這件事 我相信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 即是 美國的言語的挑戰 最近 美國挑戰俄羅斯的東西 是越來越多 甚至乎搞到 現在就說 用俄羅斯的家產去打回俄羅斯 這件事 我相信俄羅斯是越來越生氣的 越來越不能夠接受 綜合了一堆不同的外國報導 包括政客 衛報 法蘭西24小時 這些報導 就說 俄羅斯 在這兩年 借烏克蘭的時間以來 一說到核武的話 基本上俄羅斯 他們 最高領導人是不說的 普京那些基本上不會說的 也不會有官方的部門說的 就算有 都是前俄羅斯的總統 現在他們的 副導馬 好像是 說的 OK 他一向都是非常之鷹派的 說我忠祢 我忠報你 你一這樣就沒有了 告訴你 是只有他的口 但是都沒有一個官方和他們的部位和普京的政府等等 各方面的一個正式回應 而這次 俄羅斯的國防部 是真的有回應 他們在聲明裡面就說 這次的核事的宗旨就是為了 確保俄羅斯的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去回應西方個別官員的挑釁言論和威脅 而這次演練的地點就在他們的南部軍區 這個南部軍區是包括了俄羅斯吞併了的烏克蘭的部份 周圍玩核武 嘩大哥 你真是 都幾 都幾 慢慢享受 烏克蘭那裏 哈利姆林宮在今個月的上場期 曾經指責過英國、法國去挑釁俄羅斯 先前在卡密隆訪問基庫期間 烏克蘭就說可能使用英國的武器去打擊俄羅斯 而法國的總統馬克隆提出 派遣西方軍隊去前往烏克蘭作戰的可能性 然後美國那邊就說 打算凍結了俄羅斯的資產 二千多億美元的錢 打算掠掉它 將這些錢和他們可以製造出來的收入 全部給了基庫去打回俄羅斯 這幾樣東西其實都是一些對於俄羅斯來說 很大的侮辱和威脅來的 那麼俄羅斯你知道 它不能嚇得的 很細膽的 一嚇到就怎樣 那就起降 起降那又怎樣 那現在就說我要跟你玩核彈 據悉 和紫在摧毀整個城市的戰略性核武 有點不同 因為一說到戰略性核武的話 是要移為平地的 幾十年不能住人 你看看 對 對 以前的歷史教訓你就知道 那麼今次的戰略性核武 不是戰略性 是戰術性核武 這個首先就是用字都不同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暫時沒有必要用核武去炸烏克蘭 因為它一定輸 我相信要去到最後一步 就是說俄羅斯是沒有辦法打贏烏克蘭 甚至乎俄羅斯受到一個很大的威脅 它才會用攬炒式的核武 所以現在不是戰略性核武 是戰術性核武 用戰術性核武的目標 在戰場上使用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一般來說 就是說這些核武的爆炸威力 比較小一點 通常在戰場上 都有機會會用到的 那這些是針對什麼地方用呢 是針對敵方的基地 機場 港口 或者大型的部隊 車輛集結處 進行一些精準的攻擊 而且核武的攻擊 就是說中了那個區域裡面 那些人 基本上你都不用生存 對了 差上什麼時候 你中了核彈也差不多 你都不會說很久 會發生一些核的變量變動 所以現在它就不是要整個基庫摧毀力 是做一些較小規模的打擊 就很明顯不是想針對平民 是針對他們一些叫做敵軍 而已 而西方有些分析家 指陳譚兵那些就說 自從俄烏的戰事爆發以來 非戰略核武在莫斯科的思維裡面 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自保 而且他說 俄羅斯的常規部隊 在這一場的戰爭之中 頭兩年其實 並不是太順利 這件事我覺得他分析錯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間很順利 攻到進去基庫 之後 這個 集團司機 然後突然之間又說 投降了不打了和解了 然後他們才撤離而已 然後 再攻的時間 因為有西方的支援才難攻得進 所以其實 你說是不是 這兩年裡面他們 不是太順利呢 其實難以見得 其實不是 當然啦 現在當然 對比之前來說 是順利了很多 你看 幾天推進了十公里 是不是 那些專家說 那些專家說 理論上使用非戰略核武 可對西方帶來巨大的衝擊 而且不一定會引爆全面的核戰 不過這樣 極有可能會引發 一些對立的升高 的一些惡性循環 但是現在 都已經撕破了臉了 那這些所謂的叫做對立升高 俄羅斯又怕不怕呢 其實俄羅斯都不會怕 普京怕不怕呢 更加不怕 剛剛才選完他的總統 是不是 有時間做 現在可以更加放膽地去做 所以 接下來 俄羅斯會不會玩核武呢 就要視乎於西方國家 以及烏克蘭 到底他們會怎樣合作 以及有什麼表現 這些才是重點 OK 那 說真的 我真的不希望他們會玩核彈的 因為一玩到這些核武的時候 說真的 那個地方 有時間都不能住人 有時間都不能種菜 所以 對於地球的傷害來說 其實也是很大 OK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鈴仔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